大家好,我是阿昌 既然在農曆七月 就跟大家說一下靈異 首先有什麼跟裝修有關的靈異 就是厭聖術 你們可能都覺得 厭聖術不是清朝藝鷹樂的元代 那些針刀工仔的東西嗎? 其實不是的 其實厭聖術是來自老班 至於老班為什麼要發明這麼邪惡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古代那些做工匠的東西很慘 就經常被人欺負 有漢出無糧出 甚至做完事又被人省緊 你看起秦皇帽那些就知道了 所以就要發明這件事就是 讓那些師傅可以在差不多起貨的時候 就做些手腳 譬如在環糧上放爛的刀片在那裡 去刻住屋主 如果屋主是心狠手辣 真的欺負你的呢? 你只要不解除這件事 那些刀片就會刻住屋主 令到它產生一些很負面的東西 而這個厭聖術在於 屋主也知道你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屋主就要出齊糧給你了 那要出齊糧給你 你就一定要拿走那些鋸片 因為它說的是類似能量的交換 如果那些人沒有欺負過你 但是你又放一件東西在那裡刻住它 那反過來很神奇 就會刻回去 放一塊刀片上的那個人 這個就是厭聖術的來源 而現代厭聖術 大家都可能聽過一下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過 那些什麼屋邨猛鬼屋 才知道那些書有說過 就是在門柱下面 放三口石屎釘 然後不知向入又欺負哪個 向出又欺負哪個 支援水那些 但其實這樣應該實行不了 因為厭聖術 你放了下去 一定要解得回 如果你放在門柱下面 搭英禮 那你怎樣解回它呢? 說完這些無聊事 鄧波忠 接著說一下 我最接近撞鬼的經歷 其實我這些人 是很難撞鬼的 因為這條 這樣的狗狗又粗眉 現在又包臉 以前是荒棉 這些關刀眉荒棉的人 基本上是撞不到鬼 那些鬼見到掉落袖 根據傳統的說法 而我最有機會撞鬼那一次 都應該超過十年前 那時候仍是年輕人 就被師傅叫了去旺角 去那間那些舊的大廈上面 那裡面上去 那地下應該清理過乾淨 但是那些牆身呢 就糞黑了 那我那天的工作 就是要把那些糞黑的牆身 游白它 早上游一浸 吃飯 那一下就游多一浸 那就下班 走人 白白堆算數 是的 當然過程之中 都很順利很正常 至於有些什麼靈異呢 就是時候我研究 原來那個單位 當年有一宗新聞就是 下面有一間餐廳 那間單位 是下面餐廳那些休息 不知道休息失電 貨倉之餘之類的 裡面 就燒死過人 當然 如果我到四海我聽 我應該跟他爭取回 封老母 但是他當然是沒有給我 就是這樣